目的地是北海,再一次到北海那边都是混海鸭鸭 今次去到那边的地方有点不同,因为今次最认识了我们品成的标志 所以真的要去那边看看,看看什么回事 拍摄争老板不重要,不可以拍摄我们品成的标志 等了五个小时高铁,现在来到了北海的红树林旁边 远柱这一片就是了,全纳有红树林的存在 可以有效地抵触到赤潮的产生 然后令到这边那些海洋生物 无论是蝦、蝦都可以在这一片的地方有效地生长 于是这边的鸭仔就可以吃回这些东西 这样才可以生到北海得天独厚的海鸭蛋出来 我们也要领导三星族游战 我们也要领导三星族游战 凤凤出来了,这样才是它自己回来的 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吓它呢 因为你一吓它,对鸭蛋有效地 很难就想减弹那些营养 就是会少一点 这些红树林的仰咬有什么好? 那些鸭仔就在红树林里面 老的那些东西吃,那些蟹仔吃 鸭仔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相比其他地方自养的鸭 北海这边的鸭妈妈幸福很多 因为它们有一个很天然的大泳池 每天早上出来游泳 游完水之后还有海鲜自助餐吃 在沙滩里收到什么,吃什么 于是这边的鸭妈妈很幸福 所以它们生出来的鸭蛋自不如就更好 你看多漂亮这个环境 人煮也可以,何况鸭 接下来就去师傅的鸭房 不是,是师傅的鸭的鸭房 看看鸭的鸭妈妈现在什么状态 鸭她老母,我来啦 师傅,通常鸭什么时候过来生蛋? 一般晚上,何半夜 一、两点钟的时候 一、两点钟就回来生蛋 哦哦哦,他自己会找位的了 一、两点钟就回来生蛋 亲贵、孝贵、鸭蛋 是较高峰的 到来,秋贵也有减少的鸭蛋 我们的鸭蛋 那些鸭蛋,那些鸭蛋就没同样 一般我们的鸭蛋,烤炒出来 蛋黄蛋白都比较隔壁的 如果鸭蛋白都比较稠 根据阿苏的说法,这边的鸭蛋的凝结程度高很多 用竹签仔去捉它 不会像鸡蛋 一捉就散了,不会的 阿苏说可以整个鸭蛋起来的,我试试 不是开玩笑 真是可以 真是,阿姐说得对 当地人告诉我,同样重量的海鸭蛋和同样重量的牛奶比 它的鸣鸣子含量高了50倍 海鸭妈妈吃很多的蟹 卤和螺 让它的微量含量高了很多 简单来说,整件事就是海鸭蛋 比一般的鸭蛋和鸡蛋更加有营养 不是开玩笑 就这样看,真是很大 一个大厂房,一个大厂区 和师傅简单沟通过 四、三、四条生产线 很多鸭蛋都不停地出 再加上很高的食用 一之前就像小鸭蛋 对松沟池 还有一家美食 牛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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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留言 已是烤烤的 你不能收藏的 让点油脂 纯洁的外表下,是油腻的心 蛋黄,一瓣油腍腍腍的蛋黄 先试一下蛋白 有腩的味道,像梅香咸 当成一道菜,会在当中吃到鲜味 蛋白的口感和滑感,很漂亮 咸蛋黄,果仁的油香味 粉绵的口感,一口海鸭蛋,一口饭 和饭粒混合 混合在一起 你又明白为什么叫下饭不求人 这是偷饭卡 可以 有很多古董人都知道,现在品成记 再买的商品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做代理 也会贴我们自己的番薯推介 这样做,其实我们的风险会很大 坏了和好了,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所以我们历史是每件产品 都会找我们自己的同事,好像我这样 每件事我看到的,就是你们所看到的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今次的海鸭蛋 我看到自己的蛋一步一步 变成了你们餐桌上的美食,我这个做人老爸的 我也觉得老怀安慰 早上用白粥做早餐也可以 中午用两只放8公斤,加饭也可以 不论是哪个平台都好,也希望你按一按关注 今天我们的更新节目,想买北海鸭蛋的说话 想到品诚记的微妆公众号,点击下方买买买买 在淘宝上搜索品诚记得欣选都可以买到的 最后请你记住,摇大抽是要吃光 全世界的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